这个游戏都发行六年了 为何还有人把假彩蛋信以为人 玩过大表哥游戏的都知道 这个游戏中彩蛋众多 可是很多彩蛋阿星故意做成一半 有前因没后果就像烂尾一样 游戏中类似这种的彩蛋很多 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不过关注度较高的就有失踪的小公主彩蛋 等你来到范霍恩就能看到悬伤海报 按照游戏设定 只要有悬伤海报一般都可以找到 但这个小公主偏偏就是找不到 说白了就是一个没做完的彩蛋 可是却偏偏有很多玩家认为 小公主在游戏中能找到 说的最多的就是小公主和猪场兄妹有关 那么我们就来解密一下 到底是否真的有关系 为何能把这两个彩蛋联系在一起 是因为在猪场兄妹二楼有个布娃娃 如果你打开柜子的话 就会看见一堆白骨 所以就有玩家认为这就是失踪的小公主 不知道有多少玩家是被这个带骗的 其实当你打开柜子后 猪场兄妹的回答就已经告诉了答案 那是他们母亲的遗物 我们来听一下这两个NPC是怎么说的 I found some bones in an armoire What's that about Oh you met mama She always did love visitors We like to keep her here with us Oh I opened the door up there and saw some bones Human bones Oh that's my mama Rest in peace I just couldn't bring myself to barrier This way is better 所以看到这个视频的你 不要再被别的视频所顾倒了 小公主和猪场兄妹毫无任何关系 而且这种类似的布娃娃 在游戏中有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如果你非要硬干的话 请在游戏中找到能够直接证明 他们有关系的线索 没有的话就不要再被别人的视频所迷惑了 你们说是不是呢 这种类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